哈喽大家好 青椒炒蛋是先炒青椒 还是先炒蛋呢 相信很多人都做错了 今天大厨教你饭店的正确做法 保证你炒出来的青椒炒蛋 既然你吃了以后都快你是大厨 方法非常简单 一看就会 下面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准备两个清洗干净的青椒 把里面籽一定要掏出来 清洗干净 然后呢 我们把两个青椒给它切成丝 切青椒色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青椒的光面 在菜榜下面 千万不要光面再上 这样的话 不容易切丝 很容易滑刀 伤到手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切丝不要太细 一般就可以 丝的宽度呢 大约就是0.5毫米的宽度 切好的青椒丝放入到一个盘子中 暂时备用 再准备半个胡萝卜 把它切成丝 先把胡萝卜切成片 切的片一定要薄一点 把它的胡萝卜 给它摆放整齐 更容易切丝 胡萝卜的丝我们要切的细一点 这样更加的容易熟 切好的胡萝卜丝放到一旁 暂时没用 准备两个鸡蛋 把它打入到碗 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筷子把鸡蛋 给它搅拌均匀 鸡蛋搅拌好以后 放到一旁 暂时没用 锅里面加一些食用油 油热冒烟以后 再下入我们的鸡蛋 不要动 让鸡蛋先定个形 然后呢 再炒鸡蛋 咱们把鸡蛋呢 给它炒成大块 现在不要把鸡蛋给它炒老 炒成这个状态 就可以了 捞出备用 锅里再死加一些食用油 油量比较多 一点就可以 如果下入葱花爆香 先下入我们的青椒丝 把青椒丝呢 先给它翻炒至断生 翻炒至断生以后 我们再下入胡萝卜丝 接下来下入我们的鸡蛋 把鸡蛋 和青椒迅速地翻炒在一起 翻炒个两三下以后 开始调味 生抽酱油 食盐 味精 薄油 香油 快速地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一定要快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好吃又美味的青椒炒鸡蛋 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青椒炒蛋呢 非常的入味 鸡蛋也不腥 不柴 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配上米饭 能吃三大碗 学会我这样做 家人吃了以后 都夸你是大厨 今天青椒炒蛋的正确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再加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下期视频再见 我下期视频